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这有点考验二家了 因为从起步这个40秒来看啊 前面三名选手的状态都非常的好 没错 我来看一下前面三个人对抗这个点是阿聪自己上墙了 对不起 现在就只剩一名选手状态不错了 是的 这样的一个失误 向拔棒反而成为了这场比赛的渔翁 是 但是这个渔翁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稳定性嘛 现在四名选手从赛事经验来说 确实向拔棒要更为丰富一些 无论车队赛还是一些其他的比赛 抓机会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失误 小怪兽现在已经落到第四名了 是 这后面虽然没有奥特曼 但是这个小怪兽还 哎呦 这有点惊险 非常惊险 这个甲弯 这惊出怪动静 来 来看一下 现在向拔棒和后面阿通的距离 大概也是有三到四个车身位 对 但这边一波极限延续以后 可以看到向拔棒这边无论是暖气情况 还是自己的路线把手的还是拿捏了 是的 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劲道通过 没有任何问题 1分40秒73 1分39秒真的不慢 在这一局的话 主要是第一圈向拔棒是没有杀出重围的 而在刚才第一局比赛的时候 派洛鹏是领跑了两圈 但是向拔棒他无论是别人对他影响 还是自己的一些小的失误 那我觉得真的得看完三个人的所有比赛 才能知道今天的最终结果了 是 而女友的战术会不会是把 那一个最有安全感的选手或者最稳定的选手 放到了最后呢 但是我觉得吧 呃 其实对于比赛来说 三个人的发挥都是很重要的 对啊 话这么说 但是你要想让三个人都特别强的话 很难 是 对 见过一支队伍就是 第一届全球车队公开赛的弹博 K24 啊 一个人带飞整个队是吗 第三届全球车队公开赛的VCA 哦 是 是吧 回到比赛 剩下的基本都没有特别轻松的啊 冠军 来看一下本局起步 OV像拔棒的景非常的快 小怪兽这个出啊稍微要调整一下 还好有意思哦 是的 看这个点的延续就很难再坐上了 现在四平边走分为了四个梯队 是 这个点选择释放弹窃 啊 哦 这个跑法好久不见 小怪兽这个跑法 稍微有点落后了 稍微有点复古 这样的跑法 对于技时没有太大帮助啊 你看第一圈就和象拔棒 差了有1.6几秒 1.7秒 感觉有点过于求稳了 这拿什么主意 而且象拔棒 这名选手来到零跑位的时候 哎 通放弹器 这边应该是一个自己独特的节奏 来看一下 这里过来 再释放伊斯优弹器延续 没有对问题 对 再放一个CW 那小怪兽这一把 确实发挥了自己 稳定方面的属性啊 能够看到 这个小红点没有处于特别远 看这个劲道也顺利的通过 最后的一个飘飞 看一下象拔棒的路线 一分二十三秒 三八二零零零 怎么说 就感觉 我们也知道 他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情绪选手 那我 我刚刚是零分入账吧 是的 对 虽然是记得一个大分 但是那是名次分 那这个小小局分还是 哦 来了来了 哦 来了 星图孟辉鼓鼠 张图其实非常考验选手的坦射手感 三个天行者 一个智慧女神 而且象拔棒智慧女神 带的是小黑 小黑 路子完全不一样 会有怎样的发挥 这难道就是对于混战当中 一个独特的理解吗 哦 这张图是一张单圈的四星迷在道 没错 梦回鼓鼠 里面包含了一些三星堆文化 还有刚刚我们听到口播当中 是三星堆 堆堆宠物 对吧 堆堆宠物 对 这个其实并不是我结巴 而是三星堆堆堆宠物 它的名字叫堆堆 对 这个 有点意思啊 是的 昨天在念的时候 我以为你结巴了 是 因为你没有看 这是属于我的口播 是的 看起步 这起步优越是 还是智慧女神要稍有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 不知道能维持到多远 因为这是一张单圈 可能对于起步来说 可以维持到中半段 乃至中后段 你看吧 前面 像麻棒领先 哎呦呦 这边有点歪 但是蹭到了 领先的这个距离 还是比较安全的 没有对抗的机会啊 阿峰这边落地的 角度没有掌握得特别好 这个向家伙带稍微蹭了一下 但蹭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速度的 并没有阿成提速那么快 向麻棒已经被追上了 这里空开淡气 看一下这边转向怪再见 但实际太早了 小怪兽被向麻棒带到了目前 对 他看到向麻棒在飘移的时候 自己也紧接接了一个甩位 但向麻棒速度慢啊 小怪兽这一波有点亏 但是借用着自己的赛车 独特的特性 再次达到了后追的效果 来看一下 进入到后半段 没错 这边走中间 连续的氮气延续以后 走到右边的劲道 我在这个点 向麻棒自己失误了一个 ECO直接反超 是 但是不知道向麻棒的 这个ECO已经换完了 没错 而且这里是一个CW单分 是 这边再走左面 那如果要是有一手天行者 能拿到选途的机会的话 应该也是能够拿到一分的 是的 这样一来的话 可以直接打一手反制 对 但话不能说太早 我们可以看到 奥尔加加使着天翼了 最后能不能实现 那向麻棒的反超 差一丢丢 好 1分23秒22 是相差了0.09秒 向麻棒守住了第二名 可以这么说 其实智慧女神 在这张图上好像 没有那么适配 在混战当中 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只是说如果真的打计时的话 不正选吧 对 因为混战的话 你是可以考虑到 如果你起步出去以后 后面三个人 在做对抗的情况下 你是有充选的机会 我这小怪兽 有点虎啊 这 直接拿出逐星者 先拿天行 知道你要用天行的 我还用逐星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 我已经说了吧 有点虎啊 是有点虎 看吧 这小怪兽这个名字啊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他是忘记了吗 难道 不会忘记的 才比过呀 因为他这几句 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跑车 不只凶 然后还有一点 狠感 对 狠感 再加几步 对 看一下阿峰这边 选车 中队中队 感觉又是前面两名选手的一个对抗 但是对于天竞者来说 竹星想要后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小怪兽这个手速真的可以 所以说刚才在那个拥有天府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名选手的操作有点赏见悦目 那现在看下来 你看这个弹射的感觉呀 包括一些快出啊 段位啊 就很舒适 刚说完自己的一个甩尾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再一次被拉开一点点距离 对 这一次我们终于看到了女王奥尔加的视角 我还要期待一下他对 啊啊 ECU 诺迪拖飘ECU辅救了一下 这个ECU放的有点 浪费是吗 点是对的 但是放的有点慢 这收益就小了 你想一下 ECU就是在突弯的时候放 突然一个提速最好的 那他那个点主要是由于自己拖飘了吗 应该点了一下没点上 下方放 这个跑法很舒适啊 再空拍氮气轻卡一下气 连续的氮气连续 等着下一个特性的触发 再次出动一个氮气以后 舒适了呀 看一下最后C.A.W 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弯道飘飞落地 是 可以完成抽线 还有一个ECU 向拔帮拿到自己的赛点局 是啊 3100 但是拿到赛点局以后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刚刚FWE 对 和SWE的那一场竞争 是 还是非常交代 确实是一名新选手 对 现在能想的就是智慧女神这一个点 可以尝试打一打 智慧女神打人鱼岛探险 人鱼岛探险可以 然后对于向往来说 裁写者 对 拼一手 对吧 可以求稳一下 我觉得可以省一手 一路向前 选择到自己的王图 但是 这就没什么优势了 王图优势啊 王图优势 我觉得向阿宝作为一只 俱乐部的新选手 他 应该不怕这种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真的 王图在每个人心里的地位 是不同的 就是你感觉你选择 你的自信就会非常的强 对 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那可以期待一下小怪兽 在一路向前当中的表现 来看一下 本局起步 一个断鸟以后 踩上三个胶带 一个半气 也落地 甩尾WCWW 四名选手 还是要出现一个对抗呢 来看一下这个过端车上去以后 选手的位置 不飞的 向阿旺还是非常快 落地以后再衔接一个 但先去 是小怪兽现在处于第四名 阿松和阿尔加 还要再建议过对抗 向阿旺这个飞跃 压车有点歪 但是 调整过来以后 还是能够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名次 没错 接下来要再接一个 进阶拉过来 现在三名选手 距离非常的接近 啊 刚才什么飞了过去 呃 是小怪兽飞了过去 哇 这会飞的小怪兽 并没有让我们感到 眼前一样的感觉 而是心里一慌 是的 感觉想要冲撞一下嘛 那刚才这个点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冲撞点 那向麻旺已经 过了50秒的路程 还是处于顶线的位置 没错 小怪兽 这个弹射还是被前面的 所有也给干扰到了 ECU这边再次开启 没有任何问题 阿聪紧对其后 现在小怪兽只能寄希望于 阿聪能否将向麻旺发起冲击 没错 最后的几个弹射点 看一下向麻旺最后一弹 没有出现问题 反而是阿聪自己脱飘了 哇 阿聪让小怪兽 我失望了 但我们可以恭喜向麻旺 四腰鼎鼎 非常快速的终结了比赛 没错 这一次跟我们 第一局所看到的 还不太一样 上一次 SWE这名选手 就是给我们挺大的惊喜的 没错 在这种心理压力下 能够看到他逐渐 张开的笑容 是吧 那这一局的话 你难道说小怪兽 给我们带的惊喜不多吗 我觉得惊喜加惊吓 对 惊吓会更多一些 对 就是惊喜呢 是他的这个操作手术 还有给我们展现的这种视觉效果 不得不说确实挺爽的 是的 但是这个失误率啊 确实有点高 又让我们感觉有点受到惊吓了 像刚才那个ECO 应该是误触吧 不清楚 对 但是还是恭喜向麻旺 为OIDAS 记得五个大分 是的 恭喜 感觉这一局结束的尤其的快 向麻旺说 我认真了 看着面前的奖杯都想摸一摸了 对 我认真了 谢谢你 是个赖盘 我是个赖盘 感谢观看